交了給機管局去看 我和機管局都有這方面談過的 他們拿著三百萬呎的航天城商場 他們將會有一條天橋 是六百米左右的 就過了海域 就直接由人工島駁到航天城 甚至乎他們說會做 電動行人輸送帶 機動的車都會有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們都說覺得應該 這個上蓋最好就是做禁區內的事情 如果禁區內的事情 其實走不掉就最好就是停車場 因為現在航天城那二千八百個位 其實是給香港人和兩地車牌 但是上面澳門和內地有很多人 是有內地車牌 就沒有香港車牌的 沒有兩地的 他拿不到押的 那怎樣開車過來呢 就可以派在這裏 那如果有四千個位派在這裏 跟著加上一個特價的購物城 即是做那些奶粉啊 日用品啊 益力多啊 什麼都好呢 其實就雙負雙城 就完全不衝擊航天城 那機管局其實反應也正面 那剛才局長呢 都反應也很正面 我覺得這個似乎都是大勢所趨了 那跟著我想回應一下 那個政府和港鐵之間那些事情 那現在呢 早前呢 就說黃維銘博士自己辭職 所以沒有代通資金 那但是呢 另外那三位呢 因為他不是自動辭職 那於是乎呢 政府叫他走 政府叫他走呢 就認為呢 是需要給代通資金 那這件事呢 我的反應就很強烈的 因為香港的法例說明 僱主可無須給於通資 或代通資金 而即時解僱該僱元 那條件是什麼呢 條件就是犯了嚴重過失 那什麼叫嚴重過失呢 是行為不當 或者犯有欺詐或不忠實行為 那各位 現在黃維銘下面那三個人 分分鐘很多事情 黃維銘都 半桶水知不知的 全部掌握在下面那三個人的手上 他們報些不報些 搞到現在 港鐵附上一些這樣的聲譽 這個不是行為不當 這個不是欺詐或者不忠實 禪改圖則也好什麼都好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那所以呢 在這件事情 港鐵處理那三個 所謂行政人員那方面呢 都是叫做總監的了 他們那些總經理 如果不是都 我覺得非常之不同意的 這件事情 令到大家心裡頭 非常之不舒服 好事有少少買他怕 出戰請他走 原來呢 沒有事情證實到他做得不好的 有什麼可能呢 事實擺在眼前 對不對 那最後呢 我都想講一講 就是北角校巴 現在到今天為止 四死十四箱 十四箱 包括三個呢 情況是很危險 令到我明白 最近呢 很多很多的交通意外 大家都看到的 完全是香港 特區政府 不要刻意利用科技 去提升我們整體 香港的公共交通 的人身安全問題 那為什麼科技可以 過得到呢 就正如以前 巴士出事 下斜坡 現在九巴 都懂得說現在要搞一些 限時速 和彎位 斜坡 有關的事情 這些事情 為什麼要巴士公司做呢 政府不可以在這方面 做多些事情 要求所有的刑辦商 都是做這件事情嗎 是不是 那麼 早前旅遊巴出事 原來安全帶呢 裝了可以不綁的 那麼法例又不健全啦 你立了法一定要綁 那誰人去告法他呢 都沒有人起訴他 司機肯定不會停車 叫警察 那你不裝感應器 你司機都沒有法子的 幫不了他 是不是 那敢應器也好 下斜坡 轉彎的時候 限速也好 這些全部都是科技能解決的 最近這個下巴呢 我在想著 這個是一個司機 不是刻意傷人 是一個大義 香港今時今日 不應該是完全杜絕 任何的交通意外 是因為一個司機 大義嗎 刻意無得說 如果大義的 不拉手 沒有其他方法規定 所有這些車 一定要研究一些新系統 是盜絕 司機 大義之下 可以搞到 有 四死 十四箱 一些這樣的 非慘的事件嗎 是吧 所以我覺得雖然說特首出來說他很關注這件事 到底他們做些什麼 我們有整個科技局拿著幾百億去研究 大海研究 接下來立法會立例 我就覺得我們香港呢 應該真真正正做回一個香港人 驕惡的城市 不要亂叫自己做智慧城市 只不過是Johnny Wi-Fi 做幾個點 就叫做智慧城市 智慧 就是沒有一個司機 如果他大義 可以真的做到有大量的傷亡的 這個就是智慧了 請問您 請問您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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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車 driver planning to kill short of that any case involving negligence or carelessness we should be able to push through legislation to require new technology to be included in a lot of these road service vehicles to avoid these kinds of accidents from happening in the particular North Point minibus case it's about somebody not pulling a handbrake isn't it ridiculous that today if a bus is parked on a steep road that if the driver forgot to pull the handbrake it could result in huge casualties it's unheard of right there are definitely technology I tell you I play golf with a golf cart if you go on an incline if you don't step on the gas pedal the car won't move you won't even have to pull a handbrake or step on a brake right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can do to totally eliminate careless casualties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 leap and not leave it up to the bus companies and the taxi companies and the minibus companies and everybody else well government can actually prosecute these people definitely and I think they are looking into it they can definitely start proceedings to prosecute these people and in so doing there may be criminal penalties involved or it depends on how the court will rule and I think eventually somehow they would have to pay for their misconduct and those misconduct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careless it's definitely in the know and consciously accepted 安全帶 安全帶 立法 安全帶 立法 要用 安全帶 立法 要用 問題是誰去執法 一架旅遊巴 或者一架 不知多少座的小巴 那 給誰去舉報呢 除非叫警察 停車看一看 不知警察上來的車嗎 其實主要是靠司機報警 那你在前面駕駛的車 你怎知後面誰有綁 誰沒有綁 每次有一個乘客上車 你去看看他有沒有綁 然後走回頭駕駛車 是吧 你走回頭駕駛了 每個人都不想綁住 是吧 那你一定要靠感應器 感應器出聲 如果你有感應器出聲 如果政府立法一定要這樣做的話 那個人都不好意思 是吧 司機不用說 喂 對不起 後面有人犯法 我不能開車 麻煩犯法 那位 阿姐 阿哥也好 麻煩你爛民安全帶 是吧 如果他這樣說的話 哪有人會這麼面猛 繼續等著那些聲音繼續響 一個這麼簡單的事 都沒有人提出來的 正是 即是怎樣說呢 儀欺到說 正是立法安全帶 喔 安全帶 根本你沒有一個法子 令到那些人迫著他綁 根本是沒有意思 一定是要跟進 有一些執法的方法 令到司機 可以發揮到這個效果才行 但我剛才說的 不覺效包 拉一個hand brake 忘了再拉hand brake 可以搞到這麼 即是 怎樣說呢 慘痛的一個結果 真是不可想像的 今天 怎可能沒有科技 是吧 所以 這些事情 我覺得政府一定是要 你跟大學研究也好 什麼都好 就算現成的車 都絕對應該有些方法 加裝一些東西 不要說新買的那些了 所以現在日日發生的事情 其實是很冤枉的 如果任何人 你們站在這裏 如果有些什麼親戚朋友 是其中一個人 你說是不是無辜 由小時候 嬰兒 餵奶粉 怎樣都好 一直這樣長大 到最後就這樣就走了 是吧 是完全一個 很 隨時會發生的 大義的事件 這些事情 我們香港一定要盡量 減到最少 最好就完全不會發生 所以科技是可以幫到甚大 我想要先詐一下 在這裏 員會在這裏 akkuk 也會把他放在這裏 我非常喜歡 谢谢大家